记者温瑜的台北报道,年近就旬的远东航空前董事长林宝章,担任远航董事长为满百天卸任,任职期间,因航空公司未依法将员工贷扣所得税缴国库,害他后来被一公司负责人身份,遭国税局追缴747万余元税款,致奈金等。 林令案已先讨到52万余元确定,台北地医院近日则如数判准林所求,剩余金额共694万余元,可上诉现年89岁的林宝章,年轻时曾任国军战斗机飞行员30余年,亦因参与823炮战等,获颁于20枚巡奖章,以上校官接退伍后的林,转任民间仓储公司董事长。 后来受远航股东爱及公司指派,担任航空公司法人代表,2008年1月在有董事会选任,担任董事长,自认述名义上负责人的林宝章提告指出,远航为依法将带扣所得税款缴国库,导致国税局一公司负责人身份,任他是扣缴义务人,追缴本税,致奈金及利息等共747万5621元。 其中52万6460元,林保障所赔以先获胜诉确定,在于本案提告追胜于款项共694万9161元,至于不愿赔偿的远航则辨称,依所得税规定,负责人本应履行法定扣缴义务,因此,林保障自然有义务缴纳, 无权要求远航负责,这事件发生在重整期间,属重整债权,但林位于重整期间申报,请求权已消灭,即便有被扣缴税款行刑,也非属不当得利。 案经法官审理后,并未认同远航重整债权抗辩,认定确实欠款694万9161元,日前已如数判裴林保障。